本日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首先看到国内 23日没有本土感染病例 已经死亡个案 另外新增13例境外移入 国际疫情方面 法国单日确诊继续上升至8万4千多例 卫生部长表示 用数据推估模式预测 年底前法国的每日新增恐怕会冲破10万 总统马克宏则是将抑制疫情的希望 寄托在加速施打绝加剂身上 英国单日新增再次突破10万例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顺利过耶诞假期 从22号开始已经确诊 但是健康状况没有大碍者 只需要提供两次快筛阴性证明 就能在7天后结束自我隔离 德国日增3万5千多例 德国总理肖茲表示 德国正在面临第五波的疫情威胁 自本月28号开始关闭夜店和舞厅 新年期间只允许10人群聚 且必须都接种疫苗或曾经染疫康复 单日新增超过20万 来到22万7千6百例 新变种Omicron只花了两个星期 就成为该国主流病毒株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茲呼吁 只要大家愿意接种疫苗和戴口罩 疫情就能在2022年结束 日本单日新增262例 大阪当局22号通报 有4名Omicron确诊者 其中有3名是一家人 却没有海外旅游室 因此政府研判 当地已经出现新变种的社区感染 南韩新增将近7千例 且一天内超过百人并末 在天签名以上重症患者 疾病管理厅估算 如果当前防疫成效不张 接下来1月底 可能会单日新增突破8千例 也因为疫情再度扩大 餐饮业的营业时间受限 目前的人口流动量 已经比往年同期 降低了15% 印尼单日新增179例 印尼在疫情下 电商产业大幅成长 本土的电商巨头Tocopedia 今年市值达到了530亿美金 两年成长了152% 幅度相当惊人 是目前东南亚国家中的领头羊 越南单日新增16000多例 死亡新增210例 越南从今年10月以来 每日确诊就不断向上攀升 至今还没有下滑迹象 印度统计单日新增7400多例 且通报死亡新增318例 上升的数字与部分媒体断言的 印度已经进入稳定阶段 似乎有所冲突 接下来当地的疫情发展 还需要继续观察 中国单日新增100例 其中陕西西安市爆发了新一波疫情 从23号午夜开始封城 学生改线上教学 只有生活必须场所能够营业 并且规定每户每两天 只能派一个人外出采卖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2.0全国际观点